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的前三十年工人和农民苦 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 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 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 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 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 几个亿 几十亿 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 据调查显示 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 常年占据四十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 这项开支一年就是五百多亿元 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 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 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八十 是为八百五十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 却在看不起病 住不起房 尚不起学 养不起老中 苦苦挣扎 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 消灭国家 消灭私有制的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 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 如何消灭阶级呢 马克思主义说 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 马克思没有说 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 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也就是特权阶级 因为不信神 天不怕地不怕 所谓共产主义道德 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 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做威做福 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 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 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 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如此往复 折腾来折腾去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给他安排出路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度了 从人的层面上看 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 不了了之而已 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 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 毁灭人类